Live Coding 我們這次主要是在推廣Live Coding 然後還有對Live Coding做一些研究這樣子 Live Coding我把它看成一種現場即興的一種表達方式 大家會把自己的畫面讓大家看 就是Show us your screen 讓你看見然後我分享我的過程 然後讓大家都可以知道我怎麼做的 然後我在做什麼 在找音像藝術的資料的時候 就看到Live Coding即時編碼這種表演型態 然後就覺得很ㄎㄧㄤ 就台上的人是很窄的在那邊寫程式 然後台下的人在那邊跳舞 我覺得畫面很衝突 然後就開始對這東西開始感興趣 然後就剛好那時候看到 然後啟佑在C-Live這邊有開工作坊 然後我就跑來上課 就認識他們 然後就開始玩這個東西 我們就各自研究的面向不同 然後我的畫就是演算跟樣式 所以就關注這兩塊 我們用的那一套Title Cycles 它的基底是一個叫Husco的語言 然後它比較多是把 函數跟函數之間去做重組 你的一個input丟進到黑盒子 然後它會自動把你生成後 就產出來 我們這次沒有做創作上面的東西 像是表演 但是我們做了工作坊跟講座 然後我們還有成立一個小型的社群 收集一些用Live coding做出來的音樂作品 然後放在一個網站上 就大家可以去看各個世界的人 怎麼用他們的角度手法來創作這樣 工作坊其實第一T次 一開出來第一天就額滿了 趕快緊急的又傳訊息給C-Lab的人 然後或是啟佑他們 然後就問說那怎麼辦 我們現在要再來喬場地嗎 喬檔期然後就再開了第二T 然後就也是就很快就額滿了 但我覺得蠻訝異的 因為在兩三年前我們開始摸的時候 我會覺得寫Live coding就 沒什麼人要注意的感覺 藉由就是把人聚集在一起 然後一起研究一起交流成長的這個過程 形成一個社群 理想的狀況下是讓這個社群 未來可以自主的運作 然後大家可以互相的激勵 其實持續有動力去做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我們是否到來 在哪個地方 哪個環境的方法 送給你 應該都是安心的